改變 有時雖然很困難改變別人的觀念 但是看出屬性可以讓這個妙婦的事情 變綴屬性和公義正義的道路 這個觀念可以改 如果是五次還是對五次三星政論 這個觀念是最最重要的改變自己的觀念 中華民國國民黨 六十九年的時間 還是歷史 牛屈爛臺灣的歷史 和臺灣的屬性 或是福摩沙的歷史 如果你自己沒有親親的了解 或是研究來看出 到底有什麼扭曲 裡面到底有什麼被扭曲的 假如你自己沒有親身體驗到 改變自己的觀念 很困難改變別人的觀念 當然我們沒有權力改變別人的觀念 不過我們有權力改變自己的觀念 69年中華民國用 殖民化 霸道的教育 把我們整個臺灣的生命 變成非常好像不可原諒 但是因為你有機會來到臺灣民政府 可以把臺灣的真相 能夠看見的一清二楚 能夠看見的一清二楚 以前的臺灣 還是福摩沙 你怎麼這麼大多年 現在有七十幾歲 還是六十幾歲 還是五十幾歲 還是現在年輕人 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 對歷史 有時候沒有什麼觀念 對嗎 你對以前臺灣有什麼觀念 我是臺灣人 還是中國人 還是外國人 以前都沒有那個觀念 這樣繼續在臺灣生活 但是到底歷史 真正臺灣的歷史 到底爛末多少 所以我們過去沒有體驗到 臺灣到底是什麼 福摩沙到底是什麼 請說我們臺灣各社族 我們高沙族以前是山地人 還有以前是萬人嘛 反那 反內 學講學法的反那 反那 反制嘛 是嗎 有學感人嗎 有 那 對我們高沙族這樣的 形容 好像你們不會覺得說沒有關係 但是對我們高沙族是 感到 滋味感 還是好像被侮辱的感覺 我在四十多年前 在苗栗大湖 草中在那裡讀書的時 都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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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也聽不懂客家話 那我坐在前面 隔壁 右邊 都是女同學 我這樣坐過去 結果隔壁的時候 坐過去一點 我往我的右邊 結果那個女同學 又告訴我說 那邊 然後那邊 那邊 親對腦 很討厭這樣 結果 你們繼續講 我就殺你們 哇 嚇一跳 哇 真的蠻人 山地人要出草 文化沒工 嘛 所以 好像說 到底我來到 苗栗大湖 讀書幹嘛 被欺負到這種地步 我真的很恨 以前 我恨 恨我是山地人 結果發現 恨有什麼用 對嗎 你自己討厭 你自己有什麼用處 還不如 觀念先調整 為什麼客家人 會討厭 我們山地人 山地人 為什麼會討厭 客家人 同樣的 四十幾年前 還是三十幾年前 高山這個年輕人 搞豆漆 為了生活 為了教育 強殺搞豆漆 但是 都是北對人 一聽到山地人 哇 山地人是專門殺頭的 這個是誰教我們的 是爸爸媽媽教嗎 以前你怎麼聽過沒有 不是 是誰人 課本教的 老師教的 這個老師課本是誰人嚇的 是你嚇的 是爛台灣人嚇的 誰人 中國流亡 所以那個觀念 一樣 意識形態很嚴重 然後造成我們觀念之間的衝突 觀念衝突 撩後 就正論就開始了 你觀念沒有調整 觀念沒有真正的體驗到 那爭論就開始 一旦爭論開始 那來那去甚至於會仇恨就開始 所以到底電話民國的教育 他們的本質是什麼 他們的本質是什麼 我從國小 初中 然後到新竹讀書 然後到台北讀書 讀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將近十七十八年的時間 在外面 都是說你們三地人喜歡喝酒 真要喝酒 我說到這裡不是像萬國什麼 我去那個北讀 所以別人在街上的時候一樣 別人也是在那裡睡 睡飽 睡飽之後在那裡喝酒 我說奇怪 平地人都罵我們高沙子 所以專門喝酒 我看平地人也是一樣 空洋啊 有濕酒啊 油也有啊 有嗎 有嗎 以前啦 現在已經慢慢改變了 同樣啊 我去韓國留學的時候 韓國在晚上也是一樣在那裡喝酒啊 然後我到日本也是一樣 喝酒 我去美國一樣喝酒 不是只有三地人啊 真的不公平啊 不公平啊 所以這個觀念 誰人夠力爛 所以改變這個觀念 一定要看見事實的存在 所以今天我們思考 真的你們有福 參與台灣民政府 我以前 非常主張台灣獨立的 我們在高沙子中 也是參加阿扁 選總統的時候 這樣選阿扁啊 這樣好不好 好啊 哇 痛到有的感動到 感動都流眼淚 我們高沙子還在那邊跳舞 喲喲喲喲喲喲 我跳舞 你選我好不好 好啊 最後就在監獄了 所以今天 可能有的是剛剛進入高級班 沒有 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事先沒有到初級班 沒關係 黑禮拜 黑禮拜 都有初級班 都有初級班 沒有關係 有初級班高級班 或是線上高級班 我們先認識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我用這個回流的 它應該回流的時刻 那這個回流呢 流亡中國 實際上我們以前說 流亡中華民國政府 實際上 中華民國是不是中國 是不是中國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Chines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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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中國 所以 中華民國是 因為是Chinese Republic of China 好像是 我人民的 真正的 以人民為主的中國 搞家來 還用以人民為主 不是啊 都是霸道 那我用回旋 我用漩渦來去形容中華民國 它們的時間 還有它們的本質 就像這個 颱風季節的漩渦 六塊地 河邊的西邊 有沒有看到 迴旋 或是漩渦 被很容易被 漩渦捲上去的是 因為它不知道漩渦的本質 它會說 上來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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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下去 到最好 就已經死翹翹 但是高砂族 沒有被騙 高砂族厲害了 不會跟著漩渦在那邊 下去 上來 不會 高砂族是 潛下去 一直往邊邊的 這樣就不會被漩渦 這樣就不會被漩渦 我想我們在座的 有這樣的經驗 高 都高 那我們看看 我們先看這個 颱風漩渦的威力 一個是破壞 對 颱風一來 它就專門破壞 然後對於我們人的生命 財產 還有非常恐懼 壓榨 還有整個地區土壤震盪得非常厲害 然後土石流 代澳心毒流 幾乎 假如說台灣 颱風籠罩全台灣的話 萬一有的垃圾場 沒有去處理好 代澳心就出來了 那有時候本來 我們正常的路線 紅胎來 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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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然後 什麼地貌 它不 into 매 不去處罵 它無窮不入的 那今天 我們看這個 漁漏vid 和 两雷民國 六王老爭館 有什麼館子 簡單來說 两萬雷民國的本質 既舊有這個白 來看看 他破壞 扭曲臺灣的情緒 臺灣的歷史 臺灣FOMOSA 我以前 我剛才說 山地人 藩人 山地人 山地三胞 平地三胞 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山地原住民 現在不一樣的名字 最好我自己合自己我自己的名字 所以有正名運動 你有沒有聽過嗎 沒有 1988年是 行我頭腿運動 1988年1989年 這是黃我土地 1993、1995、1998 到了98的時候 我們正名運動 然後 一直到2000 中華民國花了差不多10年討論 要不要接納 對山地這個名字 改作原住民 11年還是12年的時間歷史 可以接受原住民運動 那我們正名運動 奇怪 我們為了自己喜歡 比較愛的名字 是怎樣 中華民國可以這麼六萬個手做 請求 山地三胞 好啊 有人 北地人說 都一樣啊 犯人也可以啊 山地人也可以 山地人有什麼不好 山地三胞有什麼不好 好啊 你山地三胞 他山地四胞啊 這樣 無來無去 結果 把正名運動 好像平地人來決定 所以我們在爭論的時候 我就提出一個理由 我請問 那時候我們也很生氣 你們北地人 看看 你的年輕 或是你的媳婦 在要生孩子的時 你們的年輕 或是你們自己的孩子的名 是不是別人 這個別人是不跟你親家 有朋友或是有親家的關係 那個無關係的人 是不是帶你們的行孫 還是你自己的孫子的名字好 有沒有 那個算名不一樣喔 那算命不算喔 那別的跟你無親無故的人 會不會替你取你孫子女的名字 有沒有 有沒有 不會啊 一樣啊 我自己的名字 我自己的意思 不是你們中的民國 用什麼名字 山地人也好 世世 山地三胞也好 平地三胞也好 什麼都好 到家來什麼都好 所以什麼都破壞嘛 本來我們以前沒有去感受到 這個正民運動的問題的時候 還有環惡土地 這麼辛苦 中華民國這個正報警察 警察滿聰明喔 正報警察全面都是高砂組年輕人 結果我們幾個教會的牧師傳道人 也是跟著去跟正報警察碰來碰去 結果少年人正報警察頭前頭一次喔 都是高砂組的少年人 我看到 啊 我的牧師在那邊 我的牧師在那邊 所以有幾個青年就跑到後面了 我怎麼可以感同我自己的牧師 你看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 好像以儀制儀 以用自己的高砂組 從以前到現在也是一樣的 今天中華民國也是一樣的 論 我們本土台灣人 來壓榨我們自己本土台灣人 是不是這樣 你看民進黨 民進黨 台連黨 哇 今晚哇 我們選舉已經贏了 哇 台灣人已經抬頭了 台灣人抬頭 也是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你在中華民國體制在那邊 拉來拉去 最後 你要推翻中華民國 你要推翻變成叛亂組織 叛亂組織中華民國 有權力抓你 但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不是在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沒有在體制裡面 我們是跟中華民國平行的 我們是用依照戰爭法 國際法 萬國公法 海牙公約 在日內瓦公約第四 一樣用這樣的法則 來成立台灣民政府 所以今天這個觀念 這個歷史 這個法案 這個法源 這個法律的定義下 你有研究嗎 有沒有研究過 你有研究嗎 沒有研究嗎 台灣民政府 你才有機會聽到 國際法 萬國公法 那一般台灣人 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 好像以為法學博士 才會真正的知道 法學博士 聽說法學博士 有四百多個 結果他們在爭論說 四百多個法學博士 怎麼可以 會輸給你們台灣民政府的秘書長林志森博士 只有一個而已 這個想看看 中華民國法學博士 都是飯碗的問題 他們怎麼敢對中華民國去對抗 他們怎麼敢對自己的大學裡面的教育反抗 緊駕萬國公法 戰爭法 不敢講 你講了 你等於在推翻中華民國 所以 台灣民政府 簡單來說 真的是要推翻中華民國 真的是要趕中華民國 趕出台灣 讓他們回到台灣 不是台灣 就是金門馬祖 我們有七百多個阿美族 在金門建築工程的時候 有人說 這都是為了Hotel 但是那個 古山祖阿美族 不是不一樣的 什麼Hotel 不是的 大理石 好像是上班的地方 那個建築設備 當然 中華民國 掛出台灣到金門馬祖 就是要回到金門馬祖 在那邊上班 平壇有聽過了嗎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 我們為什麼說把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在戰爭法 戰爭法的解釋 你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離開你自己的境地 你自己的土地 離開到別的地方 中國以外的地方 然後你還是帶著中華民國這個起子 這個名字到別的地方 再成立你的政府 這個叫做 英文來講說 逃亡 逃難 因為你已經離開了你自己的國土 這是戰爭法的規定 簡單來講 1912年 1949年 37年的時間 真正有中華民國 因為那時候國共 1911年 1912年 他們所謂的國父 他們的國父 他們的國父 我們以前說 國父孫義仙 孫中 孫中山 好像是我們的國父 哇 開心 感動 11次革命才成功 他成功 他在哪裡 沒有在台灣 也沒有在中國 他在日本 那時候孫義仙 對啊 對啊 所以 一個創建的人 應該在自己的國家 創建中華民國 假如他是真正的國父的話 怎麼還在成立中華民國的中國 竟然孫義仙 孫中山 孫中山 不在那邊 這樣有笑嗎 以前我們沒有去體驗去深思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都無所謂 你是真正的偉人 你一定會在你自己的國土來創建你自己國土的名字 對不對 你們沒有想過 孫義仙不在中國 他怎麼會 只是很多人把他捧他成為國父而已 結果他在外面都是搞那麼多的女人 然後變成中華民國的國父 所以我一聽到這樣的事情 我不承認他是 所以今天這個屬性 可能會覺得說是不是真的屬性 只有來到台灣民政府才聽到事實 所以我們看看 已經不在37年這個歷史 然後到了台灣 只不過是因為逃亡 是受美國的委託來到台灣 這不是管理台灣那裡 所以中華民國蔣介石 這個集團是受美國的委託 是代理關係來到台灣 暫時管理台灣 不是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你看這個 他們認為的中華民國 在這一段的時間 他們自憲了 這個是自憲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憲法 台灣有在裡面嗎 台灣有在裡面嗎 台灣有沒有在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沒有 很清楚 清清楚楚 結果呢 中華民國的歷史告有 喔 台灣是 我們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你看 給我們扭曲的教育 沒有真實的事實 然後那中華民國 他們認為說 這個是唯一中國的合法政府 對了 1912年到1949年是 的確是合法的中華民國 當時 但是國共內戰內亂的時候 最後被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戰勝蔣介石的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就逃出來 原來國民黨 有沒有聽過 本來逃亡到越南 本來逃亡到越南 因為越南非常氣恨中國 從過去越南的歷史 所以中國人最欺負越南 所以他們越南非常恨透中國 你看這個今年 年初也是一樣 越南不是把中國的公司 連台灣的公司打破 連碰到 你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人 因為台灣是把你當作中國人來看 所以受傷的受傷 你看到那個新聞嗎 就是這樣 因為非常恨中國 所以他們不接納蔣介石 逃到越南 最後他們說 欸 台灣有一個報道 很漂亮 美麗那些佛莫沙 所以他們就跟美國商談 然後就美國用軍艦 軍艦來接收中華民國 那些很像難民的那種兵 起哩哩哩哩哩 拿著鋤頭 好像不是真正的阿兵哥 然後一直到基隆港下船 然後進入到台灣 受到美國的威脱 所以今天為什麼說 啊 老馬 馬什麼酒啊 這個馬什麼狗啊 把我們原住民當作台灣人來看 把我們看動物來看 我們還沒有出巢 所以今天我們看看這一段的時間 那假如沒有去看中華民國呢 就不知道中華民國到底是什麼 就是中華人民 蔣介石 在這一段的時間呢 那他們以為說已經成立了 然後建立了中華民國 在南京建立首都 那1949年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消滅了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那時候 蔣介石 就自己來組織一個中華民國 蔣介石那時候已經卸任總統了 本來是李中仁代理總統 而且沒有來過台灣 那也成立 那也成立 結果蔣介石自稱為總統 蔣委員長 來成立這個中華人民國 然後他怎麼自己宣布呢 第一次 當他們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滅掉以後呢 蔣介石已經辭掉總統的蔣介石呢 就想到說 他曾經在1945年 不是接受日本投降嗎 好像用那時候的身份 然後在1947年 228事件的時候 為了要征服 為了要全部佔領台灣 所以乾脆自己 把最高的高級長官 就帶到台灣 所以他們說 中華民國 遷都到台北 那時候已經沒有中華民國 怎麼會遷都到台北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被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 這個書室 我們沒聽過嗎 有的人可能聽過 有的人說 是真還是假的 是我們來到民政府 才會聽到這樣的消息 有人說 蛤 你去台灣民政府 詐騙集團 你的親家朋友 我今天收到 我一個另外高砂組的 把我們台灣民政府身份證 寄回說 我要退出台灣民政府 因為福利落差是假的 所以我就要退出 我剛收到 我一進門的時候 辦公人員說 亞布你的姓 我一看 又被中華民國騙去了 好 然後 我們看看 1971年的時候 原來 那時候 蔣介石以為說 在聯合國的席位 本來就是一個中華民國 但是那一段的時間 之前也超到20年的時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直向聯合國去提出申訴 告訴訴訟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逃亡到台灣了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為什麼中華民國繼續在聯合國 為什麼中華民國還是繼續在聯合國 這個席位是應該由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代替中華民國 後來到最後1971年 他們表決以後 三分之二以上 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 真正是中國 是合法中國的一個政府 所以那時候開始 美國對中華民國 看出是 EXILE GOVERNMENT 是多亡的政權 所以 合那個中華民國 真正斷交 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建交 就1971年開始 所以被趕出來呢 結果 蔣介石說 漢賊不良力 到底哪一個是賊啊 所以可見那時候聯合國就已經 你看到嗎 聯合國那時候就否認 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了 這是聯合國的官方的文件 好 實際上這個中華民國斷交 不是 因為這個是從美國的看法 台灣的政府 實際上不是我們台灣政府 是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政府 所以這一句話是因為 他們對美國對台灣的形容 那真正台灣政府 是不是台灣政府 不是 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就是流亡 Exile Government 所以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就是中國政府流亡到台北 就像我們在初級班也上過嘛 秘書長講得很清楚 上海流亡到韓國 那就是上海韓國 那就是說上海也是流亡 那法國倫敦 French London 那是簡稱的 那真的是 French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 就是法國流亡政府在倫敦 比利時 也是一樣 比利時 倫敦 也是流亡的比利時政府在倫敦 所以這個都是簡稱 所以我們說 Chinese Taipei 加油啊 什麼棒賽 棒球賽 中華台 加油啊 結果我們以為說真的是中國 結果我們自己說 台灣加油啊 台灣加油 你什麼時候有台灣名字啊 你有真的台灣到國際的社會嗎 有嗎 沒有 沒有看出台灣 是自己爽自己的 自己自爽 所以這些都很清楚 那上海公報也是一樣 是一個中國的政策 那我們也知道在談判的時候 當然這些的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呢 的確就已經確定否認中華民國的存在 不過 不過 蔣介石厲害 她透過她的太太 蔣宋美玲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新聞 蔣介石 蔣宋美玲跟蔣介石結婚之前 她們有一個訂定私人的機密 一個條約 不能生孩子 才可以結婚 才可以嫁給你 所以她們都沒有孩子 有生孩子嗎 沒有 你們有沒有聽過說 羅斯福白宮 羅斯福白宮 就是只有蔣宋美玲住在羅斯福白宮 從啥 自己去發揮空間 這個就是女人的厲害 當然我不是很抱歉 不是告訴各位 蔣介石這個女人高級 什麼女啊 我就不曉得怎麼去形容 這個就是私底下 我本來也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本來都很尊重 蔣宮山 唱得大家都掉眼淚 原來霸道就在我們面前 全部殺掉我們二二八事件 十五萬的精兵 淒慘耶 你們有沒有發現 假如你們當中二二八受難家屬 是怎麼有人不能插正地 啊 正地都是破壞 不會 不會插正地 就是因為怕 哩哩哩哩哩哩哩 我們也看了那個二二八很多的影片 我也去看二二八公演 真的很殘忍 那有的我們看到的時候 整個精英大學還有幾個老師 都綁在一起鐵鏈喔 然後看到手指頭是用刺的耶 手指頭刺到都腫起來了耶 然後他們全部綁起來的時候 都全部浮屍在上面耶 這可憐症看不出來這樣那麼淒慘 當然看不出來 我們看不出來 因為國共最殘忍就是國民黨 把連懷孕的太太婦女在中國 把全部都殺掉 然後嬰孩在裡面剖腹 嬰孩就跑出來 我們也看那個畫面 國民黨做得非常殘忍 這些看到的時候才發現說 原來國民黨來到這個地方 趕快 雖然現在沒有看到隨便亂殺 但是用政權 用政策 用體制 以為說民族選舉 來謀殺 破壞 奸殺 爛奔透台灣人 真可憐 好這個是題外話 我們看看 自己自稱委員長 所以他從以前一直到死都是穿軍服 那表示他就是唯一的一個 最高的上將 五星上將 五星上將自己瘋的耶 這個真的 不要皮還是不要頭 還是不要耳 真的是不要臉 好 那這些 碰到這個問題 特別是 1941年12月7號是 日本偷襲 起襲珍珠港 12月8號 美國就 國會開會 就當時向日本宣戰 結果竟然12月9號 蔣介石也向日本宣戰 蔣介石那時候不是總統的身份 他是行政院長的身份耶 請問 假如向別的國家宣戰的時候 是行政院長宣戰呢 還是總統宣戰 還是總統宣戰 當然總統啊 我們以前有聽過嗎 這是宣戰的事情 以前有聽過嗎 曾經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因為我們不知道 沒有把真正的事實 今天台灣民建 非常的 非常的 透過不同的講師 講了那麼多 清清楚楚的 然後 一個行政院長 竟然向日本宣戰 這一席 以為他是總統的身份 結果他就騙了我們台灣人民 實際上宣戰應該是年月日 什麼地方幾點幾分幾秒 都要寫得一清二楚 美國宣戰的時候幾點幾分 他寫得很清楚 但是只有這個蔣介石12月9號的時候 只有12月9號沒有寫幾點幾分 然後在韓戰爆發 1950年6月25號的時候 杜魯門宣布 所以以後的福爾摩殺 就是現在台灣 將來的地位 原來你們有沒有聽過 三個政府的領袖 羅斯福 基辛吉 蔣介石在埃及開羅的地方 來做討論 用MEMO 不是條約 是協議書 是像記載在MEMO 紀錄表 不是TREATY 這個TREATY 條約是國家 合國和國家的關係 可以訂定條約 真正的條約 TREATY 是Nation and a Nation 一個國家跟國家之間 才可以訂定條約 所以為什麼中華民國 跟中國訂定福茂EQFA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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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6月29日 兩岸就是中華民國跟中國 兩個中國人訂定的條約 那些EQFA 就是經濟貿易協定的 這個協定 不是條約 是協議書 因為中國知道 中華民國是流亡 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國家 所以中國就是用協議 還是協調 來訂定這個兩岸的 經貿協議書 是不是TREATY 是不是條約 是不是條約 EQFA 是不是條約 不是 所以在國際法來講 這個條約是 一定要足置 就是讓國會監督審核 假若不是條約的話 協議書 你不是跟國一國之間的訂定條約 你是地區跟一個國家 訂定的協議書 只不過給你報備拿領 所以太陽花 大學生 什麼陳維廷 什麼什麼伊凡 林非凡他們這幾個 以為是非常光明正大的 來 一定要足置條 審查 這個中國有沒有給你放在眼裡 你不是國家 你不是國家 我跟這個正式的一個中國國家 怎麼會訂定條約 不是啊 這個我們台灣人知道嗎 都不知道 你們知道嗎 以前我也不知道 剛才到民進步的時候 才知道說 晚來尿器啊 晚來原來如此 所以很多的條約 事實法源的 來到台灣民政府 才得到這樣的福利 福氣 所以在那時候他們定間的開羅宣言 不是條約 所以美國 杜魯門總統的時候 就 等於 有一點否定 之前的羅斯福總統所定定的 記錄 意象表 意象的契約 這些契約 什麼契約 契約 契約 等於被否決掉 所以 正式 美國總統 杜魯門就宣布 將來 現在的福莫莫沙的地位 還沒有定位 還沒有定位 只有太平洋戰爭結束以後 我們來才考慮 台灣福莫沙的定位 是到什麼定位你知道嗎 跟日本簽訂和平協議或是條約 到古金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看出我們台灣的真正國際的地位 是到了舊金山1951年 然後1952年4月28號 簽訂舊金山和平條約 確定以後 才知道福莫沙的定位 本來有53個國家在這裡簽訂 這個古金山和平條約 因為蘇聯不願意 然後中國沒有參加戰爭 中國沒有參加在太平洋的戰爭 竟然蔣介石說 太平洋戰爭改為中國戰區 世界上是太平洋戰區 結果蔣介石把它改變為中國戰區 目的就是台灣就是中國的領土 這個是他們真正的目的 所以說把它改為中國戰區 世界上是中國戰區嗎 不是啊 是太平洋戰區 這些我們以前有研究嗎 沒有 只有我們來民建府 可以知道今天這個書籍 所以真正究竟上和平條約才看見我們台灣的地位 那今天蔣介石也是把流亡政府 把它當作復刑事事 就自以為總統就開始履行他總統的職務 然後他以為說佔領了日本台灣 就是爛台灣弗莫沙 是英國中華民國的領土 這是他自己去想的霸占的行為 所以這個事實以前我們知道嗎 不知道 所以我們來這邊就這樣的研究 所以我們就把所有中華民國 給我們詐騙的教育政策 整個的體制 我們來到台灣民政府 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萬國公法 我們一步一步的錯開 戳破中華民國的詐騙 好 繼續 所以真的舊經商和平條約23條 講得非常清楚 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所以這個主要佔領全國 就是只不過委託中華民國 蔣介石集團 來告台灣佔領管理 好 這個就是讓我們清楚這樣的 本來要成立台灣民政府 但是蔣介石有成立嗎 有嗎 沒有 他用行政長官公書來建立 來避開戰爭法的條例 原來戰爭法的條例說 你征服了這個國家或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把它當作 你自己不管什麼福利 由你自己主權 但是這個當地的財產跟生命 你要保障 這是戰爭法的規定 你也不能搶劫 也不能強迫納稅 不能強迫當兵 這些戰爭法的規定 但是蔣介石 沒有 沒有 沒有依照 戰爭法規定 是用自己來霸佔台灣 然後沒有成立台灣平民政府 反而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書 這個行政長官公書 之後變成台灣姓了 知道嗎 變成台灣神 所以李登輝總統那時候說 本來要廢掉台灣姓 因為他要成為一個跟中國不一樣 讓台灣也能夠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要廢掉台灣神 但是美國馬上干涉 沒有 就要動神 所以才會凍結台灣神這個名稱 所以沒有廢掉 一旦廢掉等於把民政府這個字呢 也會被廢掉 那美國就干涉 為什麼會干涉 23條24條 就經商和平條約 講得非常清楚 美國有支配權 有處分權 所以美國就委託 他有權力委託中華民國來管理台灣 但是不是中華民國的所有權 不是中華民國所有權 領土權 不是領土權 你知道嗎 初級班大概你們也聽過 我們再重新複習 以前沒聽過嗎 好 美國那時候態度是 之後他們AIT 第一就是在美國在台協會 向美國報告的時候 他說這個已經侵犯了台灣人權 所以本來美國要動用兵來接管蔣介石 但是在機密文件裡面 機密檔案裡面講得清楚說 假如美國動兵 動武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更可憐 既然已經精英被殺15萬多 蔣介石勢必動用台灣兵跟美國兵作戰 這樣台灣人會殘殺更 死的更多 所以他們就沒有進攻 他們反而用文件 公文說反對用這樣的文件 也反對這樣去濫殺無辜 英國外大使館也反對 加拿大也在提出這樣反對 那問題是卡在內幕來講 是因為蔣介石的蔣宋美玲 他跟國務院參議院的關係非常好 都用利潤用錢來去賄賂 所以就在國務院裡面就不同的聲音 今天國務院就像今天的中華民國的立法院 你們有沒有發現立法院的委員 雖然是國民黨會不會統一 以前是被黨的機器壓制 但是現在未來迴避跟馬英九在一起 所以他們自己有自身自救的方式 但是過去就是因為蔣宋美玲 她用不同的手段來接收 來收復這個國務院參眾議院的一些的議員 來搜刮他們 當然用很多不同的手段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辦法一直進攻台灣 既然我們已經委託了蔣介石 我們就暫且看看他之後怎麼起行動 這個是當然從一般來講說他應該要阻止 但是已經委託了這個人 委託了蔣介石 事情也發生了 那在另外一個戰爭法的規定是說 因為在中華民國征服的這個被托管這個逃亡政權 只要你反對他們真的有權力濫殺人民 那是在他們自己的法裡面 不然的話就變成叛亂 所以叛亂的人就格殺勿論了 所以美國的態度是本來要動武 後來就是將就看看之後再進行 可以再跟秘書長談 我所得到的一部分的消息是這樣 謝謝你的問題 好 那像這樣的事情 然後 本來戰爭法的規定說 你征服這個地方成立平民政府 然後也要成立軍事政府 但是蔣介石都沒有成立 軍事政府改為警備總部 那個就是專門抓人的 所以最可怕的就是這個警備總部 仁二一直到現在 所以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那麼多國中高中生大學生 還是有教官 另外教官的意義 你們知道為什麼有教官 不知道 叫軍訓 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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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意思 這樣啦 真正是感讀 好定 主任 老師 哪一個有偏差 反對 共同的 馬上抱上去 馬上換掉 這個 這是教官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秘密職責 這樣知道嗎 以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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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啦 只要來到民建戶 這樣知道 我們高砂主 我們在山上不是更好去 對不起 裡面有環保的 或者是對動物不會濫殺的 我們高砂主 沒話講 我們的文化 當然現在已經慢慢改了 所以有的警察抓到高砂主的青年 你打三槍 這個高砂主說 沒有啊 我打一槍 警察說 警察說 你打三槍 高砂主說 我打一槍 原來三槍就是 不是一二三三槍 是三 三球 所以我們高砂主很可愛 我們在當兵的時候也是一樣 說 哇 我們吃饅頭的時候 因為都是高砂主原住民 哇 哇 吃吃飯很燙啊 麵包 饅頭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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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幾分 全部吃光 報告班長 我們沒有饅頭了 結果班長就 隔壁 背對平地的那個 一臉 幾部臉 你們有那個饅頭嗎 有春嗎 馬上又報回來 交給我們高砂主 沒有幾分 吃光了 報告班長 吃光了 然後又爬到隔壁連盡 奇怪 這高砂主原住民 那麼會吃 當然很會吃啊 走山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戰爭的時候 更有趣 難怪在我們當兵的時候 這個班長就很厲害 你們既然會吃 好 給我們 所有的山地人 注意 所以要報數 本來報數 結果很多我們高砂主 去報那個樹木 報數 報數是一二三的 不是要去報數 好 這樣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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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